张三丰用版本就杨真经开创了武当,张无忌为什么不给他全本? 一天屠龙记是金庸先生射雕三部曲中的最后一部。 在射雕三部曲的前两部射雕英雄转和神雕侠侣中,九阴真经这种武功大放异彩。 哪怕是黄耀师、欧阳峰这样的武爵高手,都对九阴真经垂涎三尺,更别说一般的江湖中人了。 到了一天屠龙记中,九阴真经随着郭靖的战死襄阳而逐渐没落,张无忌带着九阳真经崛起于中原武林。 从九阴真经到九阳真经,从郭靖到张无忌,金庸的武和侠就这样完成了一个轮回。 九阳真经虽然不像九阴真经那样包罗万象,却也有自己的长处和优点。 九阳真经最大的特点就是防御力强,内力源源不断。 张三封评级版本九阳真经开创了武当一派,那张无忌为什么不把全本的九阳真经给他? 今天咱们就用这篇文章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。 张三封开创武当。 在倚天屠龙记原著中,最新出场的不是张无忌也不是张翠山,而是张军宝,也就是少年张三封。 西域高手昆仁三封和族道不远万里来到中原,只为挑战少林高手,印证自己的武功强弱。 和族道自称奇圣,剑圣,秦圣,他一手使剑一手弹琴就轻松击败了三位少林高手。 就在少林派身赶头疼时,张军宝用一套粗浅的罗汉长拳接连取胜,带错和足道的嚣张继练。 像当年在天龙八部中,乔峰评级一套太祖长拳纵横巨贤装,如今张军宝评级一套罗汉长拳力压和足道,这两人都是真正万中无一的恋慕奇才。 少林打磨堂手作无相禅师,认为张军宝是偷学武功,要当场击杀张军宝。 于是较远背住张三风跑出少林,突围时绝愿受伤不清。 绝远在离死之前,断断续续地给张军宝背出了半本《九阳真经》。 张军宝评级着半本《九阳真经》,自己领悟出了武学智力,并且开创了武当一派。 张军宝评级着半本《九阳真经》,自己领悟出了武学智力,并且开创了武当一派。 一天屠龙记原著描写如下,他给绝远传寿甚久,于这部《九阳真经》已记了十之五六,某一日在山间煎游,仰望浮云,俯视流水,张军宝若有所悟。 在洞中枯思七日七夜,蒙德里豁然贯通,领会了武功中以柔克刚的智力,创出了回应后世,照耀千古的武当一派武功。 也就是说,张三丰能够开创武当一派,并且创造出回应后世,照耀千古的武当武功,是跟这半本《九阳真经》是分不开的。 没有这半本《九阳真经》,说不定金庸武侠中就没有张三丰这一位武学宗师。 由此可见,《九阳真经》对张三丰来说意义重大。 而他的徒孙张无忌在机缘巧合之下得到了全本的《九阳真经》,并且炼成了。 那为什么张无忌不把全本的《九阳真经》交给张三丰呢? 全本的《九阳真经》。 全本的《九阳真经》。 大家请考虑,一个方面是张三丰真的想要全本《九阳真经》吗? 另一个方面是张无忌真的不想给全本《九阳真经》吗? 首先咱们看第一个方面,有很不少文章的标题中说张三丰一生对《九阳真经》念念不忘,笔者看到此处不禁想说一句,何出此言? 张三丰一生对《九阳真经》。 张三丰一生念念不忘的,估计是郭江吧? 在《倚天屠龙记》中,张三丰曾经去少林寺,他想用自己的武当武功交换全本的《九阳真经》。 但此时张三丰的目的是为了救治身中玄名神长的徒孙张无忌,其实他本人对《九阳真经》兴趣不大。 但由于少林跟张三丰之间的过节,少林并不同意交换。 笔者感觉,以当时张三丰的武功,如果他硬抢《九阳真经》,估计少林派无人能拦得住他。 除非三度神僧提前出关为公张三丰,才能勉强拦住张三丰半个时辰。 但张三丰不是《九阳真经》,即使他非常需要《九阳真经》,他也没有用强,而且带住张无忌转身离去。 所以,张三丰本人对《九阳真经》的兴趣不大,虽然他有足够的理由出手抢夺《九阳真经》,他也没有那么做。 咱们再看看另一方面,张无忌想不想给张三丰全本的《九阳真经》呢? 张无忌这个人非常的宽人敦厚,他与世无争,只想随遇而安。 所以,张无忌这种性格的人,他肯定不会藏私,对自己的太师傅张三丰留一手。 那张无忌为什么不给张三丰全本的《九阳真经》呢? 笔者举一个简单的例子,咱们设想一下,如果有一天灵狐冲遇到了剑魔独孤求败,他对独孤求败说,独孤前辈,我这里有一套精妙无比的华山剑法,而且是全本的,不知你有没有兴趣学习一下。 相信独孤求败听到此言时的脸色肯定不怎么好看。 灵狐冲给独孤求败全本的《华山剑法》,跟张无忌给张三丰全本的《九阳真经》差不多。 武学宗师张三丰 武学宗师张三丰 他们的武功早就自成体系,他们自己就能创造很多顶级武功,根本不需要他人的武功。 如果贸然修改自己的武功体系,恐怕还会降低自己的武学境界。 平时看武侠小说时,我们总是注重交战时的刀光剑影,而忽视了日常苦恋。 我们总是注重天下无敌的武功秘籍,而忽视了天下无敌的人。 像张三丰这种陆地神仙级别的高手,他靠的是自身,不需要模仿他人。 张无忌炼成《九阳真经》后,他再见到张三丰时,张三丰已于百岁,且自创太极拳剑,纯阳无极功早已真化镜,他是否仍有必要修炼《九阳真经》呢?答案是完全没有必要。 对于张三丰来说,在花时间研究《九阳真经》,所获得的提升不一定有多高。 所以,咱们问题的答案就很清晰了,为什么张无忌不给张三丰全本的《九阳真经》呢?因为张三丰根本不需要。 《九阳真经》